第109集 周静如睁住了 紧张地环顾左右说道 有鬼吗 不是鬼 你过来说 叶少阳牵着他的手 足足走到离槐树有500米远的地方 随便找了一块石头说道 你就坐在这儿吧 那树下坐不得 那是一颗树腰 树腰 周静如睁大了眼睛 那是什么 就是树成了腰 万物都能成腰 不光动物 植物和昆虫也行 不过植物有根 除非达到腰灵级别 不然挪不走真神 比较好对付 周静如回头看了看 这棵槐树除了过于高大 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不由质一道 好好一棵树怎么就成精了呢 叶少阳说 这棵树长的地方 正好是这座山的阴伦眼 也就是阴气兮兮之地 你看这旁边有很多分堆 这棵树八成就是靠吸收死人的石器 通过阴伦眼进行修炼 也不知道多少年了 修为不弱 我刚才一过去 就感受到墙里的妖气和石器 妖气来自那棵树 石器可能是坟下面有僵尸 我们就在这等着 等到女鬼出现 再想办法 周静如听了这番话 吓得不轻 往叶少阳身边挤了挤 跟他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害怕 有点 周静如回了一下头 我总担心 有东西在背后 例如一只鬼手 从后面搭在我的肩膀上 叶少阳想了想 从背包里拿出三面紫色小旗 插在两个人坐的岩石左右 再用磨斗拉上一道朱砂线 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将岩石围在中间 还被手说道 这就行了 就算再厉害的鬼摇过来 也能挡上一挡 你不用担心被人偷袭 周静如点了点头 浅笑起来 果真放下了一些戒备 两人并肩坐在石头上 等待那个女鬼出现 周静如突然发出了一声 感叹的声音 真没想到 我有一天 大半夜的会跟人 坐在荒山上 等鬼出现 说出去 真够惊时害俗的了 转过头来 看着叶少阳 一双好看的大眼睛 在月光下 闪着楚楚动人的光泽 少阳哥 你看刚才那对情侣 他们投胎之后 是不是就不认识对方了 想起来 好伤感的 叶少阳笑了笑 有什么好伤感的 人死之后 都要过网川河的 喝孟婆汤 不管之后 进入哪一条轮回岛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周静如说 我知道 可是人投胎之后 就会忘记 这辈子的爱人 重新跟一个陌生的人 爱得死去活来 多被爱呀 叶少阳说 这么跟你说吧 你这辈子遇到一个男的 爱得死去活来 死后也不想忘记 但你想过没有 也许你上辈子 也有过这么一个爱人 本来也不愿意忘记 结果喝了孟婆汤 还是忘了 投胎之后 爱上新的男人 然后你又不想忘记了 从鬼魂的角度说 你不知道爱过多少个男人 对了 有时候投胎成了男人 爱过别的女人 如果让你全部回忆起来 你究竟 不想忘记的是哪一个呢 周静如听了这话 当场争主了 听上去好可怕 这么说 书上说的那些 三生三世的故事 都是骗人的了 也不是 我刚才只是打个比喻 假如你跟你的另一半 都没有做过坏事 下辈子都有资格投胎做人 一个先死 愿意等着另一个 下辈子 还是有机会在一起的 不过很多夫妻活着的时候 都恨不得离婚 死了就不用说了 那些真爱的死去活来的 别说三世 就算实事情缘都没问题 什么时候 你自己厌烦了 在阳间离婚了 下辈子也就算完了 原来是这样 周静如如实中复地笑了笑 过了一会儿说道 那我下辈子 还要跟我的亲人们在一起 还有你 少阳哥 下辈子 接着做朋友 叶少阳笑了笑 如果我能有下辈子 再说吧 周静如一争 什么意思 叶少阳摇了摇头 没什么 你不要问了 这是天机 现在不能泄露 等了一个小时 女鬼还没有出现 周静如有些困了 毫不避讳地抱着 叶少阳的胳膊 靠在他肩膀上睡了起来 这种事对叶少阳来说 还是第一次 不免有点紧张 浑身僵硬 低头静静地打量着 他睡着后田径的面孔 脑海中却是浮现出 瑞冷玉的脸 半半叹了一口气 假如睡在自己身边的事 他该有多好 不远处就站着一个树药 说不定还有不少僵尸 叶少阳哪里敢睡啊 就这么干坐了一个小时 突然听到一阵 滑滑的枝叶碰撞的声音 在深夜寂静的山上 这一声音听上去格外的刺耳 周静如也惊醒过来 两人一起抬头看去 那棵巨大的槐树的树棍 疯狂的摇晃着 远远看去 很像一个妖怪 在摇头摆尾 场面有点害人 女鬼 周静如低声叫了起来 只见一抹倩影 从树后门转了出来 是一个现代大本的少女 短头发 身材娇小 转到了有石头这边来 伸手摘起一束枝叶 坐在石头上 认真地编织起来 叶少阳说 看到没有 之前你还要坐在那 这可是鬼坐的 周静如说 他这是在干什么呢 看看就知道了 那女生用了十分钟 将一根根树枝编在一起 成了一条绳索 站了起来 仰头看了看 似乎在寻找什么 最终他选定了一根枝芽 把绳索搭上去 打了个结 站在石头上 双手抓着绳套 似乎在犹豫 天哪 他要自杀 周静如猜测到 他要干什么 捂着嘴巴 他不是鬼吗 鬼怎么能自杀 这是死亡幻想 是他死的时候的场景 每天到了相同的时间 便会重复一次 原因我也不知道 周静如 睁睁地说道 既然是幻想 那我们能做什么吗 死亡幻想 只会在尸首附近出现 他的尸首 一定在附近 也会去找找看 有树妖在 怎么找 叶少阳摊了摊手 当然是把树妖灭了 在附近找呢 就算没有这女鬼 我遇到这树妖 也不可能放过她的 当下把五行旗和猪杀 先收了起来 说道 这东西 只能挡一般的小鬼小妖 我不在这儿 你一个人不行 你还是跟着我吧 万一这有情况 放机灵一点就是了 周静如点了点头 跟在她身后 朝着槐树走了过去 这个时候 少女把脑袋伸进了绳套 用力提开了石头 身体悬空 就在这时 在身上一道荧光闪过 整个人好像清醒过来 拼命地挣扎 一只手伸进短裤的兜里 摸到一个什么东西 朝着绳套割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